好 好 好,各位昌都市的讀者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位於將軍澳賽馬會 足球總會的訓練中心 正如我們在Facebook說過 我們是會有香港隊的有賽 報協今天因為那些小小的基件和安排 我們開了U就用不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用手機轉播 但應該都清楚的 心積三就是標準流浪 今天標準流浪大部分球員都有出席 現在看到落球的就是盧君儀 紅衣就是香港隊 今天會分幾個環節來踢有賽 剛才一道只能夠拍五分鐘 幸好後來我們和足總方面 和教練了解之後可以拍到三十分鐘 因為安樂神教練就說 是那個的 有些特別的戰術要訓練 所以就 有些內容就不想公開處 OK的 所以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拍三十分鐘 所以直播到十點半 剛剛有球員受傷 流浪陣中現在有 有機南馬 盧君儀 林顯廷 等等 香港隊方面也有 前流浪現在結智的球員 杜馬斯 剛剛好像入替了 準備 劉鶴銘 可能會出場 去代替受傷的球員 剛才江隊大約開了賽 現在 受傷的球員 現在在場邊 外面 又在動 正在動 聽到教練 焦仲文 劉鑼 不斷叫民政 不知是否馬民政 現在在看劉鑼 之前在看U23 又或者在效力進鋒 進鋒借他U23 是不是已經叫過民政 就是馬民政 在這邊扯過來 有點漂亮 但是過不了頭 做一次把波子送入禁區 劉智鑼 接應的劉智鑼 前面一睹 這邊有機會 第一次攻門 不中目標 這個穿10號波衣 但不是林家偉 這個波很好 劉鑼扯來左邊 這邊近我們這位紅衣 是魚子藍 中間是杜馬斯 大陸 梁冠聰 左閘現在拿球 這個就是梁冠聰 對 交給寶羅 先發的是寶羅 看上去有這條防線 看來會是香港隊的正算 中間是杜馬斯 還有是 還沒看到他的樣子 然後右邊是魚子藍 魚子藍 出一個漂亮的波 都算漂亮的了 但是過不了近處 左邊是梁冠聰 這邊球正出了雞 暫時呢 香港隊 就佔先少少 但是場面也不是很一面 值得一提 就是緊迫那個問題 安達成教練 那些球員都要求 那些球員緊迫 還有那個 譬如解一圍之後 去前場的迫搶 要快一點 就這樣叫 up 如果看球的朋友都知道 叫up 就是防線 一起up 那球員就受傷了 27號這位 他說不要過這條線了 我知道了 好 角球 左腳大哥 開得很漂亮 美柱 阿招Sir不斷喊 不斷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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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了嗎 應該不進 剛剛有個射門 那 大家習慣一下 因為這些不是觀賞足球 有些訓練足球 是比較早的 很早就 游游賽通常 一是早上十點幾 一是下午兩點幾 那 無他 對我們來說 有機會播香港的比賽 有機會播香港隊 我們都會找機會去播的了 支持香港足球 如果大家都是口講支持 永遠的等待 永遠不出來 就沒有用的 所以一定要 有機會就播 給大家看多一些 看看他們究竟 踢成怎樣 這個球 看到 梁興傑 梁九 那個 Surf的球很漂亮 去到左邊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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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浪都 劉浪陣中 都有幾名 的球員 都曾經入選香港隊 或者是香港隊 U23的代表 所以實力 不是太過一面 可以看到的 這邊應該是盧錦宏 盧錦宏 盧錦宏 準備擲他的教外球 現在是 祖延盧 好好的 魚 很接近 小浪金銀 丟我遠一點的 比劉智諾 頭露過不了道馬斯 這邊 按援街拿 就拿得不穩 拿不到之後 了 給他左邊 右邊有兩個 防線人數是多的 剪掉了波迪拿出來之後 就過不了剛剛入替的劉鶴鳴 接著這邊就再試過 逆步逆吹之後 大佬被他打了大位 後面有同友包到 大佬不飆他之後 有隊友幫忙包到 這邊很窄 鶴鶴鶴都嘗試不要這樣一腳清 而是拆拆拆拆拆拆拆 這邊拆拆了 哇 道馬斯很瀟灑 拿後腳一撥撥去右邊 再交給余子嵐 余子嵐過了半場之後 再交到中間黃威 再放棄 是不是黃威的身形又不像 這邊試試看是否姚浩銘 姚浩銘打一個左中場 香港也是4-4-2 姚浩銘左腳右腳 姚浩銘原本是流浪球員 今天這個表現大家都很精彩 他的隊友都不放過他 他也嘗試去做一些個人突破 當然香港隊其實左腳球員不多 所以選擇都是唯有這幾位 剛才那個不遲出的 不知道是黃紫浩 這邊有個佛球 進攻路線左手邊 K角位 禁區K角位 離門都差不多 超過20馬 遠就遠一點 希望大家看到 一射過去 梁兄傑救到 但跌回西禁區 成功解倒圍 二大一這邊有沒有機會拿到劉子樂 劉子樂呢 真是拿到 香港隊球員中間都拿到這個球 二大一 這邊是FAKO FAKO一壓到左邊 總原來有一點點是拿著一個位的 哎呀 左腳一斬過了 過了秒 劉智諾這個球很精彩 二打一 香港隊都被劉智諾拿到 拿得挺穩定的 還交給後上的林顯廷 林顯廷 林顯廷 再按給祖年奴 這邊又過來 給回道馬斯 香港的防線放得很厚 這邊魚子藍都拿到的 第一路就慢了一點 這邊藝爐的精彩 左腳一勾出來 但還是香港隊腳 斬過來尾處遠處 過了廟 又是 姚浩明追不到 姚浩明對他均而均而好一點 不過他又上腳了一點 刀照送出來 果然是很有 但是這邊有一點推之下 球證沒有出罰 加給應該是谷 郭靈寺 左邊姚浩明一按出來 這邊安永加左腳一石 出了界 這個攻勢有一點點 因為有一個推人的動作 流浪的防線就慢了一點 結果姚浩明 安永佳 以及郭靈寺 在左邊佼佼鎮之下 就創造到一個射門的角度 球證是歌球 大家珍惜一下 說這麼快十點十五分 我們真的拼到三十五分左右 雙方都還是零比零 看下去呢 就這樣看就 將會是主力的球員都多的 就是寶羅 余子藍 梁冠聰 跟著 阿絲 跟著安永佳 谷刑之 這邊手錘 梁慶傑打出了 阿絲教練都繼續鼓勵球隊 場面上的控球 後場組織 香港隊就沒有問題 問題是怎樣打進去中路 打進去禁區 流浪的防守 基本上現在都很穩陣 有 羅君儀 基南亞 這些可能十年前的香港隊球員 震守的防線都很穩陣 這邊左邊出的球又過不了頭 這邊 哎呀 嘩 姚浩銘 哎呀 姚浩銘的腳有少少放鬆了 就下跌了 流浪的教練團就說這樣也吹 這樣 現在是 現在是零比零 還是零比零 現在幾有紀律 還有球員的狀態都不錯 不知道是否值得 開東南海盃 那個用球 空波 上力和防線的信心都很強 郭君儀 盧錦宏 集點位都很好 這邊有佛球 來門超過三十馬 大哥在這裏 谷營寺在這裏 看來知谷營寺 又用的腳斬過去 右腳斬過去 直射機會不大 不能說沒有的 結果是擔心經過 谷營寺直射 梁卿杰沒什麼難度 今天盧錦煌打著左閘 這邊一扔給他 前面有祖蓮奴 開始被人拘捕了 基南馬 安達神說你快點 可能他都覺得沒理由 基南馬年紀這麼大 拿球這麼慢 你都不去搶一下他 這邊果然被人搶了 哎呀 單刀都射不射 梁卿杰很厲害 梁卿杰用腳伸出了 梁卿杰都在安達神教練面前 證明自己還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本地門將 這個球的Fat Guy 拿中間鬥起來拿 林顯廷被人拔掉了 就一個單刀 沒看錯應該是安永佳 可惜射不入 幾比幾 零比零 還是零比零 哇 還說巴貝利潭的事 二十年前的事 那麽巴貝利呢 做了亞洲電視新聞部的體育記者 踢過一次的記杯 好 這邊一旦 想不想到是不是文正來的 嘩 直到身位了完全 嘩一聲這樣 幸好文文正沒什麽事 余子南這次精彩了 自己一扎進去 還切到中路給了一個球 但是這邊姚浩銘 入攝的時候就突出了 越壞 這場有趣大家都看到 後場接球難接的問題 沒有什麽的 後面做上去都做到 去到禁區外面 怎樣把球送入禁區 或者爭取射門呢 是有點難度 香港隊暫時 雖然都是 射門的次數和機會都是多的 但是呢 很威脅的射門 暫時兩次 一次中微 一次被人結構出了 都可以接受的 好這邊 哎呀 我明天接不到 我明天的活力有少少 比大家想像中低一點 這個時候都看到 徐宏傑 還有另外一些球員 都在拉筋 熱身 這邊又是 其實都拍得快了 已經要了 精彩了 過了 再一趟一趟 這邊就拿不到了 盧錦雲 太大力了 被杜馬斯折了之後 馬上反擊 這邊又回到盧錦雲 基南亞 基南亞 就很穩定 雖然旁邊那些 Anderson這時候 叫得很厲害 因為流浪在後場 那個猜折 猜得非常之慢 所以他不斷叫隊員 要迫上去 嘩 叫到想自己自己 下場 很怒氣 因為其實是 劉浪克爾的時候 是後面三個球員 中堅又猜回龍門 這樣猜 但是香港也被人照猜 安德成教練 有些生氣 果然是 基南亞叫逼之下 左腳一腿一腿一腿出界 安德成教練 都可能覺得 基南亞真的很慢 你們真的要 拍他拍快些 去搶那些公門的公勢 對方 有機會單刀也好 雖然這些機會 你對著中日行 可能機會不多 但是心態不可以 完全就是 看對手慢慢猜就猜 這樣 這邊給了軍儀 軍儀急一急之後 看一看 然後再送到前面 都還推進了 林彥廷 今天林彥廷 帶了一個防守中場的位置 這位年輕球員 其實技術 前景都很好 收一下火就好了 林彥廷上季 因為前一季 對旅球證做出一些很侮辱性的說話 給出總庭賽 繼續 大家看到本地和外國的教練不同 本地流浪 就把防線縮回後 他不會在前面做太多的搶折 一路等你過來 大家站好位置 等你過來 但是呢 安德辰教練 就不斷要在隊員 向前向前 這邊呢 嘗試右腳一斬 哎呀 好快 很快 現在呢 說到防線 壓到上去 差不多一半場 就是呢 因為看到對方 都不壓迫 是鬥在後場 所以呢 說到一定 安德辰教練的想法 就是把防線一路 壓前壓前 壓前 壓樑 壓回他自己半場 讓他呢 要早點做盤球 和傳球 這邊呢 金人馬又有些蜜蜜蜜蜜蜜 嘩 哇 這球的露阿rike坊沒有出界 再一個右腳 嘩 漂亮 Wow 琳智諾 哎呀 琳智諾呢 這個球 surely 這球是非常棒的 和劉鹹尾壓力 琳智諾 結果 阿保羅呢 懶錁下 現在就在禁區外接了一個球 還受了傷 那條很厲害的 那條Base Layer 穿了 因為寶萊要雙神向前 撫前去抱那個球 一抱的時候那個球已經出界了 出了禁區外 他自己都因為這個動作 而磨傷膝蓋 我們講講一下 我們真的剩下 我們剩下 已經23分了 剩下 骨觸十分鐘 我們不要拍這個訓練內容 安德成教練真的很喜歡陳家豪 他現在叫陳家豪熱身 這位李文在上個月舉行的 阿協杯兩場賽事 都是正選上陣的門將 身形就很好 已經高了 都是過六尺 李文有兩個年輕的本地門將 身形都非常之好 無毫無疑問 安德成教練想給多些機會 看一下 看一下陳家豪 安德成教練剛剛 就跟范俊葉教練 顏色單單就說 好 出陳家豪 因為他剛才 一見寶羅受傷 立即叫陳家豪熱身 可能他覺得都應該要尊重 審門員教練的看法 所以之後就跟豬仔打個顏色 一見寶羅又好像可以 這樣就不換 不然有個佛球 標準流浪 四個月… 吉南亞站在這裡 祖年盧站在這裡 勞君兒也站在這裡 香港隊排出了一個很現代足球 近年…近幾個月足球界 都是很流行的 躺在地面的人場 躺在那裡的大哥 吉南亞射 嘩,很勢力,一射一下,哎呀 第一下就很勢力,射得不似预期 然後球彈出來,再射那一下才認真的 結果真的射穿了,還有一個角球 盧錦盟去開 嘩,雖然現在輸了角球 但是我和教練都希望那些隊員呢,就鞠前些 有什麼事呢 有三個球員打 這邊呢,嘩,頂過來,這邊一頭頂出 御子男頂到 都還是標準投擋球 還有給身形呢,相當之大隻的盧錦盟處理 盧錦盟的身形是打Rubby的身形 好,看看有沒有那些Rubby式的交代球 彈進去那裡,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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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啊,相當之不準,是有道理啊 看他踢出來的足球呢,他那個體能的表現 暫時看,都完全不是那個三十幾歲的年紀 是來的 廳哥...啊,而皇輝呢,就那個說法 教練的說法是家庭原因 Family reason 那是甚麼原因呢,真的不知道 這時候,延長啊 喔,金文貴,對不起 我以為是盧錦宏 他穿了盧錦宏的網球衣 確實又不像盧錦宏 阿鵬就傑子只能夠給一個門將出來 教練說了 第一節踢完 剛才講到要踢幾乎強日 拿了一個自術版出來的介紹 我們做記者很多人都是被趕才離開的 沒有理由自己自動先離開 看到Vision流浪的後備球員就馬上出來熱身 第一節結果雙方都零比零 其實都精彩的,會有功手 可能大家看看